不少人喜欢将自己的照片或者是心情感言都发表在脸书上 但是这文章抛出去之后 内容的版权到底属于谁呢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那么最近呢 甚至是还有人呢 拿正妹的照片来打广告等等都让人很担心 脸书上面就出现了一篇所谓的版权声明 里面提到说 只要用户们把这个版权声明转贴到自己的涂鸦墙上 就能够捍卫自己的权益了 这篇文章在网络上疯狂的转贴 不过呢 我们要告诉您了 脸书的官方已经出面澄清 表示这些全都是多此一举 正妹美照po上脸书 除了吸引网友按赞 也有人拿正妹照来打广告 这样的手法使有所闻 但你po在脸书上的图文版权 到底算谁的 你知道吗 最近脸书上就疯传这么一篇声明版权的po文 强调用户po了可以保障贴文 内容和图片的版权 布贴就是默许别人任意使用 但其实都是假的 会耶 因为感觉应该是就是谣言之类的吧 对啊 所以应该不是真的 叙述官方叙述应该不会这样叙述吧 嗯 就是它的文字使用有点怪 就是感觉就是别人家胡 就是有点胡周的那种感觉 民众内心的猜测 脸书官方已经提出了证实 统统都是谣言 所有的用户都拥有控制发表原创动态图文的内容的版权 再po这样的声明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而律师也表示台湾本来就有保障相关权益的法规 呃部落格啦或者是Facebook上面去po说 呃我的著作呢是受到这个博恩公约的保护 其实呢目前看起来是并没有这个必要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中华民国的著作权法呢 就已经呃有保护这些著作了 虽然是网路谣言 不过还是吸引了网友大量转贴 反而让民众对著作权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我们下期再见